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好视频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在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YouTube Facebook同步的为你播出 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和订阅我们 也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 加我们微微信好友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互动 或者是为我们发来最新鲜的新闻爆料 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一期的笑声说法有文必答 在我们现场的就是黄小生黄律师 黄律师好 原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然后呢今天黄律师还是依然呢 会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最近这一个月 有关移民政策法规的一些变化和他所认为的一些重点 之后呢我们会来回答这个网上的网友的问题 目前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已经有网友在提问了 没关系这个问题我全部收到 我也会请黄律师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那么在这里也是要替黄律师说一下 这里只代表这个黄律师的一些法律的建议 并不具有一些法律的效益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黄律师来咨询 或者是寻找你的律师来咨询更专业的意见 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马上开始 然后其实第一个黄律师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有关移民欺诈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之前我们好像讲过一点 但是最近好像听说 我听说有一些这个迹象表明好像又开始泛滥了 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在这个特朗普执政之后移民呢 是越来越难的 本来这个移民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快速移民啊 或者低成本移民 就没有捷径 对没有捷径 移民的路是一个非常艰辛的道路 我觉得我们华人在美国生活都 都有个感受 其实绿卡呀 这条路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条路 最近我接了不少案子 就是有做假结婚被骗的 有那个做这个简单L1被骗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无七八糟的被骗的这个案例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的话什么样的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假结婚或者是说L1这种 就是一般通常被诈骗的这个类别都有哪些 你给大家先说一下 类别就是非常这个奇异的 就是有些我这20年观察当中的 有些奇妙的非裔所思的一些骗局 大家可能都知道 第一个就是那个说这个你当兵可以当 当兵诈骗 就是他有一个人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组织了一个军队 叫志愿军 说你参加这个志愿军可以拿绿卡 那么一批人就参加了掏了钱 最后这个人被那个FBI处理了 还有一种是就是成人收养 你找一个美国公民 他愿意把你收养 办收养程序 本来这个收养程序是在各州的地方法院是很容易拿到的 监护人嘛 但是呢 他说下一步我再到移民局给你办那个亲属移民申请 这种骗局呢 后来也被执法部门 成人收养有这个名目吗 有有有 就是在四五年前就是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 这个西岸这些地区在卖这个 就是如果你是个外国人被这个美国公民收养 就是承认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对儿童收养就很慢了 别说这个成人收养 但是有些人就一万两万三万的就交给他 这个团伙后来就被抓了 再有一个就是十几年前还有一个更奇妙的案例 就是有些人急于拿这个绿卡和这个公民呢 就有一批美国人 他们就在洛杉矶的某个仓库租了一个仓库啊 里边放上这个美国国企业移民局的所有徽章啊 办公室布置的就一个假的移民局 就把这些人只要交钱进来就办手续还宣誓 那么这种这也是一个非常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欺诈 但是很多人就是要绿卡要这个公民心切 他就中计 那么其他的呢就是网上啊 好像报纸上经常就是快速绿卡快速公民 那么这些呢确实有人在操盘 那么他操盘是什么给移民局内部的人勾结 这个案子我已经办了六七年 就是你像华盛顿DC有个移民局的 副局级的这个一个高级移民官 他被这个中国人拿下 就是中国人大概付他两万到六万不等 他直接就给绿卡直接就公民 而且这个绿卡和公民直接就是从移民局拿出来的 就其实是真的 对大家都认为是真的 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事发之后 他把所有的192人的名字都全部供出来 供出来这192人的绿卡和公民就处在危险当中 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那墨西哥护照的事情 很多人说花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就把墨西哥护照拿了 这个呢我特地请教过墨西哥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这个呢是假的 但是你拿的护照确实是从墨西哥外交部拿出来的 那这怎么回事 这个呢就是墨西哥外交部内部的贪腐人员 和外边的人勾结给你办的这个墨西哥护照 同时他在给你办墨西哥护照的时候 他把你的名字给改了 加了一个Jose 加了一个Maria 其实就是不是你了 你的名字不像 其实这个护照是不能用的 你偶尔就是如果是要逃跑 因为犯罪事情逃跑 你可能在欧洲可能用一用 但是如果你要去墨西哥的话 你会被当场逮捕 那么我平时处理的主要是什么的骗局呢 就是这个假结婚的事 现在大家都走投无路 就要做这个结婚 那么跟公民一些钱 就去办这个结婚登记 那么你给了钱之后人跑掉了 或者你就面谈就过了 但是呢移民局也不少 他就到家里去上门访问 等到这个访问的时候 移民局对这个美国公民是网开一面 他不管美国公民 他专门对付这个跟美国公民 做假结婚的外国人 通常移民局办案 就是上门之后访问 就给这个人吓了一跳 然后见了美国公民 把他单独约出来 就给了美国公民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硬的先威胁他 说我们有证据表明 你是做的是假结婚 你这个面临五年劳于25万罚款 再一个呢 马上一张纸拿出来 你可以撤销 你可以withdraw 你要撤销这个对这个人的130申请 撤销对这个人的经济担保 i864 我们就对你网开一面 你拿了多少钱 我们也不在乎 但是我们扭头过去 要把这个外国人驱逐出地 通常就是这样去安排的 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 跟那个美国公民做了假结婚之后 经常就是被这个勒索钱财 对 那么这是一个噩梦 就是你要大概三到五年内 不得安生 最后你去找他 问他要钱 或者是找他打电话 去他家里找 让他去配合你的所有的签字 这些面谈 这些工作的时候 他来了一个restringing order 他到法院去 说你不能靠近我不能给我打电话 来了一个禁止令 所以假结婚呢 是大家要慎重 那下面一个就是L1的一个骗局 L1现在也有骗局 L1就是很多人说 你这个是快速拿L1 15天 还有你可以转140拿绿卡 那么其实这个L1呢 是个很大的陷阱 如果你在大陆没有实实在的生意 在美国你雇就是至少10个人 有些时候甚至我说20个人以上的生意 你都不要做L1 L1是很害人 我经常给客户说 就是珍爱生命远离L1 你这个小公司雇不了多少人 移民局不会给你批准 140不批 129批 有些时候L1批了 绿卡不批 有些时候绿卡批了 L1不批 同时的话呢 你L1一申请 那么你回去的时候 你签这个L1签证 B1 B2签证 10年签证给你取消了 来不了 那么移民局还有到你的这个公司去检查 那个驻爱那个使领馆 也到你中国的公司去检查 好多搞不定 我看到很多L1 最后被逼就是离婚找人结婚 孩子不能生活在这 很多房子也买了 车也买了 最后不得不离开美国 这种事情很多 所以我给大家的重要 就是L1 你在国内和美国 没有实施在的生意 在美国没有顾够 至少10个人 你就不要做这个L1 对 其实黄律师讲了很多次 就是珍爱生命远离L1 就是大家看来 这个L1确实是一个 很不靠谱的移民途径 对对 除非你是有规模很大的生意 你可以做 最后一个我讲的就是 这个庇护的这个骗局 这个庇护骗局就是 经常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在洛杉矶这个 一吃饭就说 哎呦 我那个朋友过得很快 去了一面谈填个表 过了 马上就过了 我也听说过 还有人说 你给我做 我帮你做了之后 不收钱 过了你给我4万美元 或者给我20万人民币 这些东西呢 它是卖概率的 你任何人都有过于不过 他这个50%的概率 实际上比你买彩票 去拉斯布加斯赌博 这个赢率要高 概率高得多 他挣这个钱是非常容易的快捷 我都觉得就是 做一个诚实 守信的人 他在给你办这个之前 他要给你说这个后果 就是说 一旦你不成功 对这个后果会怎么样 对对对 哎呀 好多人 我昨天在那个 一个餐馆吃饭 那个厨师就跟我说 他就让我去填报了 但是填报了之后 他也没说过后果 我现在我要被驱逐出境了 我觉得他在害我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你这个送了驱逐出境程序之后 你这个 B1B2签证也不能不能用家里父母有生病你也不能回去看 另外你的亲属有可能B1B2签证要被取消了 同时你一申请只要递出申请你不能回国了 包括即使你过了就是帮你办这些人中介也好律师也好 他告诉你就是你要在美国待着法律理论上你是不能回中国的 你能够忍受七八年时间的与这个家庭成员分离的这个可能性吗 所以所以就是这些人就是不能因为挣钱就 素拥着你要去做这个事他要告诉你过是什么情况 更重要要告诉你不过了是什么后果 对其实在美国我们一直都在讲就是诚信嘛 如果是在美国一旦你失去诚信的话可能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对最后讲一个就是笑话就我有个客户就是到我办公室说我跟他分析怎么怎么移民 他说你这个都太难了搞不定搞不定他就说我们朋友在纽约对在纽约我马上就给你搞定了 那个我就去纽约去了我说那行真的过了三个半月他就给我打电话 你说这个黄律师你真的是没有本事啊我这个三个半月公卡就拿到了 嗯这么快对我说你就是无非就两种要么就跟人结婚要么你就是办庇护了 他说不可能啊我不会办庇护的我也不会说假话怎么怎么 我说那我那我你把你那个表格给我看一下我公卡给我看一下他就是C09公卡 那个表格呢是爱130那130他英语文也不懂那个130一看那个代码 还有那个批注是美国公民配偶为你申请 我说你是不是在纽约结婚了他说没有结婚了我怎么结婚了呢 被假结婚了对对对人家拿去了那个人把他的护照名字换了一下 做了一个假的结婚证向移民局申报我说那你就是希望你好运吧 但是移民局也不是那么傻的你以后在美国的移民制度将会非常的坚信 是确实所以说被移民被结婚还有一些就是稀里糊涂 几个月公卡就拿到了其实是被庇护他他都不知道他办过什么 因此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轻信别人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做的事 第二个就是说你给谁钱一定要有个收据是留作证据 他是不是这律师真律师假律师再有一个就是你不要那个相信媒体上说媒体经常有一些那个帖子说这个律师怎么厉害办成马上就办成了这个你呆够多少就可以办拿绿卡拿公卡 这个这个每个案子都不一样法律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觉得不要轻信别人 是所以今天也是这是黄律师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移民美国的路非常的难 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要遵纪手法的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一旦是有这个欺诈的行为在美国的后果会相当的严重 并且可能你这辈子都可能无法再进入美国这样的一个土地了 对好然后我们下一个呢是想请黄律师